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跟余泽成开始是假夫妻为了掩人耳目 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独自一个人战斗在隐蔽战线的这样的女特工 这个女特工名字叫关露 说起了关露这两个字很多人不熟悉 都没听说过这人 这个关露是干什么的呢 她是上个世纪民国年间非常有名的女作家 她的作品可能您就熟悉了 那个时候有个电影叫十字街头 主演是赵丹 赵丹呢唱过一首歌名字叫春天梨 这个歌就是关露写的 这旋律你一定熟悉 春天梨那个白花香 朗里个朗里个朗里个朗 我红着太阳当头照 照到了我的婆媳上 朗里个朗 朗里个朗 穿过了大街头 穿过了大街头 小巷 为了车 为了车 这歌您肯定熟悉 这个歌就是关露写的 关露当时有大量的文学作品 也写了很多爱国的诗词 在当时呢 他和这个苏清潘柳戴 还有张爱玲 他们四个人并称民国四大才女 在当时 关露呢 在上海呢 积极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 然后呢 从事一些宣传爱国主义的运动 他当时写了很多诗 其中最有名的两句 我记得是叫 另为祖国战斗死 不做民族为亡人 也激励了很多人 走向抗人救亡的前线 而且当时这个关露啊 年轻 长得也不错 可以说得上材贸双全 照理说 这是上海滩 应该说算风云人物 可是从1939年开始啊 突然间这个盘露 没了 也不写文章了 也不见得参加什么左翼活动了 突然就消失了 说他去哪了呢 有熟悉的这人发现呢 他经常打扮的花枝招展 到上海一个地方 叫基斯福尔路76号 我一说这基斯福尔路76号 很多人都想起来 在色界里边还有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汪伪政权的特务机构 被称为魔窟 有很多抗人制式 都是在这个地方断送了性命 这里边也是汪伪政权的特工部门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群汉奸 说这个官路到这个地方干嘛去了呢 这就咱们今天要说这个人物啊 跌宕起伏人生的开始 他到这儿当卧底去 当什么卧底呢 共产党派他到这儿来 策反这块的特务头子 有人说我知道 特务头不就色界里那义先生 真名叫丁墨村吗 咱们以前节目里也说过 丁墨村 郑平如 那里边那个要刺杀义先生的王家之 原神叫郑平如 说这是不是 他要去策反那丁墨村 不是 丁墨村是这里的一个头目 但是这里真正的控制人 是另外一个人 名字叫李世春 原先的国民党总统当过特务 后来转身叛变 投靠到汪伟政权 这个李世春是基斯福尔路76号 实际的平均 这关路来就是为策反他 有人说关路一个作家 关路原曾经是中共对他党人 派他来是有道理的 那么有人说关路一个作家 他能干了这事吗 我们知道卧底那可不是一般人干的 说他难道受过特工训练吗 不是 关路一点特工训练没受过 他只不过他是中共地下党员里边 负责抗认宣传的 那么说为什么他没从事过特工训练 还怕他干这么危险的事呢 这和他妹妹有关 关路身为一名作家 并没有受过专业的特工训练 那么他为何要执行这项如此危险的任务 关路姊妹与李世群到底有着什么的关系 这个关路本名叫胡寿梅 他有个妹妹叫胡秀峰 这几两呢 都是同一批的中共地下党员 说为什么派关路来呢 这里有原因 因为啊 当初咱们得说这李世群 这里 我说这李世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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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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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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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他因为潘汉田 啊 因为潘汉田 直接把这底给点出来了 把关禄吓得浑身冷汗 说不出话来了 李律平说 你呀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我呢成了汉奸了 咱们都老死不相往 你突然找我 那能是失业的事吗 再说我手底人不是吃干饭的 那潘汉田在香港 搞地下党工作 我很长时间就知道 而且我也知道你跟他有联系 那这么一串到一块 你来干嘛 我不很清楚吗 关禄一看完了完了 用意都被点出来了 坐以待地吧 等死吧 没想到李律平说 你知道我值得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不跟你点破吗 跟你实话实说吧 我也想和潘汉田 搭上联系 为什么呢 给日本鬼子干事啊 招不保夕 他眼看也不行了 而且这汉奸 谁愿意当这个 我也想啊 有机会啊 给民族立功 我也希望通过你这趟线 搭上潘汉田这趟线 哎我给咱们抗认救王啊 做啥好事 哎 这关禄一听心话怒话 自己早知道飞这么大气干嘛 他早有这意思 就这么着 关禄把他和潘汉田之间打了双项 这算这个任务圆满完成 关禄说完成这任务赶紧吧 我恢复我原来身份 我该怎么着怎么着吧 不行 陛下党又有新任务派给他 这个新任务派给他 一下子把他汉奸之名给坐实了 本来跟领存往来 没多少人知道 要他干嘛去呢 让他打入在上海 日本人办的报社 为什么进这里边 因为你名气大 写作什么能力强 人家愿意要你啊 日本人还想大东亚共产权呢 希望你给他宣传 到这里边 你想办法结交日本左翼共产党 来打探日本国内的一些 情报 那么把关禄 叫女声 女子的女声音的声 是一本女权运动杂志 但是呢 里头是宣传日本人的一套 大东亚共产权的 终日秦山的 日本人愿意要关禄 一个知道他跟李日群有这往来 再一个 关禄笔杆子跟上面硬杆 写得好啊 就这么的给他弄到这个杂志社 弄这杂志社呢 关禄主要是编发一些 关于女权运动妇女解放 本来他在这一块呢 稳稳当当的打进点消息 但结果有一次 日本人把他推到前台了 怎么呢 日本人召开一个叫大东亚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 大东亚什么也就日本人 这地盘都塌的 我是召开一个歌舞升平的 对这个终日秦山 进行粉饰的 这么一个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 就让这个关禄去 关禄不去 为啥呢 原先谁也不知道我在这呢 这我一去开会报纸广播一报道 完了大伙全知道了 关禄就不想去 怕别人都知道他是汉奸 可是又一想呢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接触一些日本人 接触日本左翼的人 你想我去吧 结果这一去坏了 报社电台大张骑虎一报道 来上海都是个 原来关禄干这个成汉奸了 哎呦 那一事你不是说 舆论把他骂个狗血奋斗啊 关禄那日都不敢上街 人家指指点点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甚至他的人事安全都不能保障 有些人恨他你当汉奸了 没准还想杀他呢 所以关禄那这受了很大的委屈和痛苦 好不容易呢 日本鬼子咋跑了 关禄说这恢复我身份吗 他名气太大了 又恢复他身份呢 那非得报社登声明 说他是卧底如何如何 可是那这又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呢 马上打内战 如果你公布关禄是个中共地下党 那完了 跟关禄往来那些不都有嫌疑了 那这国共之间又打起来了 那国民党就会抓关禄身边的人 那危害就太大了 所以只能让关禄离开上海展示地区走路 所以就这么的 关禄又这么隐性来 总算到建国之后啊 这状况好点 可是那不久呢 他在上司潘汉年 咱们知道这个建国以后 咱们折腾了好多次 比如说是调查这个调查那个 这潘汉年说是叛徒 调查他 你关禄是潘汉年的下级 那肯定受到牵连 也跟着被调查 结果一直折腾到1982年 那关禄的速度很大了 总算是历史问题摘清了 挺晚了 所以关禄这一辈子 你就想想 他后来做了这个地下党员 尤其是开始做特工工作以后 他的牺牲也不大 后来关禄写了一本书 叫关禄传 那个情节非常曲折 比咱们看电视剧 那情节要曲折得多 这我今天讲的关禄 这说明什么问题 咱们有的朋友看的调查剧 以为这惊险刺激 说战斗在隐秘战线 这人穿好的吃好的 那总比在前线上 浴血奋战将士强多了吧 不见得 在隐秘战线的斗争更残酷 对人精神的折磨更大 而且在隐秘战线斗争 他不同于在前线 打完仗子之后 我可以自由的 按自己的意志去活着 可是隐秘战线的人 好多为了革命事业 必须要做出更大的牺牲 这种牺牲甚至是 名誉上的 名声上的 而这些东西的牺牲 往往对人本身 内心世界打击实在是太大 所以我说隐秘战线工作的同志 往往在一定程度上 比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 更加值得人尊敬 不论是我们看到 余泽诚后来和翠平的分离 包括刘新杰 脱离了熟悉的工作环境 然后还要继续当特工 隐姓埋名 一生都很少能暴露出自己 真实姓什么教识 连和自己弟弟在一块 都不能完全的把兄弟之情 战斗出 所以这些历史上 真实发生的事情 已经演示记录的表情 我们都看到了 隐秘战线斗争的这些体制 他们做这个戏 真真正正的很大 这些人真真正正的 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各种众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脸 放在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